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埃斯莫爾呢 現在是不是要從荷蘭搬到美國了 現在考慮從荷蘭搬走 因為荷蘭移民的政策 影響外籍員工的招募 雖然呢政府試圖挽留 但可能來搬到美國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美國計劃叫翻滾貝多芬 至於在大陸部分 現在無視美國警告中東的 三大土豪跟華為簽署了 這個合作協議 請教亮哥 他搬去哪裡還不確定 也傳出要去法國 不過總之就是對荷蘭那個 極右翼的新總理的不信任 因為他排外 那埃斯莫爾有很多外國人在工作 事實上半導體工程師 本來就很多都不是歐洲人 可是這個是一個議題 這個跟要不要抵制中國 這個是兩個議題 他搬到哪裡 所以美國還是追著你 對啊 美國還是要你要制裁 就是還是撥賣給中國 是啊 因為 艾斯莫爾有幾個 重要的關鍵零組件 是掌握在美國製造商的手裡 所以他是有籌碼的 可是問題是 美國現在要求過度 他要求不要提供售後維修跟服務 這個根本就違反違反合約 所以我認為他也不會輕易答應 因為你不可能把人家制裁 制裁到這種地步 我已經跟你買了 結果你現在要停止收服務 那有這種道理 你新的不要賣我 那我沒話講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會選一個折衷點 那要不要離開荷蘭 這個取決於他們要跟那個新的總理談判 因為那個新的總理也知道 他如果離開會造成荷蘭的重大損失 所以我覺得現在還蠻不確定的 是 好 那華為的部分 華為今年就叫華為年了 對 就看他的就對了 因為 我今年就是叫蘋果 蘋果跟特斯拉都是 恐怕都會遭到重創 華為P70要出來了嘛 那如果一切順暢 下半年那個MAT70 Pro就出來了 那如果iPhone i16還是 沒有什麼大的創新 我看蘋果就完蛋了 對 看到大陸現在 今年已經有20多省是吧 低空經濟寫進了政府的工作報告 那麼規模達到5059.5億人民幣 另外呢 在這個大陸知識產權局的官網 也表示華為在三月底公開有關 飛行機器人的相關專利 所以市場做了解讀佈局低空經濟 我特別要說明 飛行機器人不是無人機 那這還是有差別的 就是無人機是無人機 飛行機器人是把 讓機器人能夠飛 那就更不得了了 機器人如果能夠飛的話 在空中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也是低空的 他不是飛到高空 通常無人機如果你在作戰用的話 是飛到高空啦 那低空來講的話 我們低空有很多工作要做嘛 譬如說你這個農業來講的話 你灌溉破種對不對 如果說是短程的運輸 短程的撤繪照相 或等等來講的話 其實有很大一個產權 那再來就是短程的運輸 就像我們城市裡面 就避免要塞車短程的運輸 人員的運輸 現在來講我那天看到一個 這個一個照片 就是他這種真是 就是短程運輸 就是就是人做上那個機器以後 對他就可以扮演短程的運輸 或短程的這種我們講說 Uber啊 他可以用這個短程機器人 4月1號呢 當時雨軍在加薩空襲 散組織這個援助車隊 炸死了7名的工作人 包含了英國人 布蘭人 歐洲人 巴勒斯坦人 還有每家雙重國籍 現在雨軍也公布了調查結果 承認犯下嚴重錯誤跟程序違規 那麼波蘭的副外長表示 這個宣布處罰措施力道不夠 應該要發起刑事調查 金教亮哥 這個是兩件事啦 我認為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 可能不會是短期的啦 因為他飛彈多了事 無人機多了事 所以 應該會持續好一陣子 因為 因為你都已經打到人家的大使館 對 那這個同比例的報復 以色列那28個大使館 就永遠關閉算 對 不然你隨時就準備被打 對 就是這樣啊 現在事實上 美國是在擔心 黎巴嫩真主黨會按捺不住 那這個搞不好是 拉坦亞胡的目的 他就是要讓美國捲進來 對 然後讓 讓拉坦亞胡可以繼續打這個仗 因為他知道美國對他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 那因為他只是一個脆弱的多數聯盟嘛 所以美國要把它搞掉是有可能的 尤其以色列現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他不滿 所以美國現在是區分以色列跟拉坦亞胡 這個我認為這個輿論在行程中啊 可是拉坦亞胡要自己救自己啊 我就看能不能惹來黎巴嫩真主黨來打我 以色列北部啊 那你美國就一定要表態 對 那這樣子這個戰爭就不能停止了 希望他也要進來 這個就有一點讓人家懷疑說 金門那個撞船事件 民進黨上綱上線是要幹嘛啦 所以有人就懷疑說 你是不是要逼美國進來嘛 那也要把美國拉進來 後來美國就說福建內水我不管 他就表態了 美國表態了嘛 所以後來民進黨知道搞不下去了 我的意思說有時候小國會有一些怪招啦 這個拉坦亞胡就是為了 就看你怎麼接招 保自己啦 因為目前五眼聯盟連英國都出來講 我剛剛看金融時報 英國的外長就講了說 英國以後對以色列不會開空白支票 連英國都這樣講話了 現在只剩下你拜登啊 就是你要表個態啊 然後你剛剛講第二個事件 那個又引起更大的公憤 因為那死的那七個人很多都是 五眼聯盟 有英國 波蘭 澳洲 英國 美國人 澳大利亞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那三部車 上面就寫個WSK 世界中央廚房 WCK 寫這麼大三個字 你還會來炸我 那個洞剛好破那個車頂圓形的 是啊 就是要給他死的那種 就是要給他死啊 而且我還事先跟你講 說我要經過的路線 那我就是三部車 我那個車又那麼好認 就是WCK 你還硬炸我 所以他們懷疑是人工智能決策 就這個如果是飛行員會看到嘛 你怎麼會來炸人家呢 所以是不是你的人工智能決策系統有問題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班下次再見 請下班下次再見 by bwd6